从即日起到7月16号为止 铁道艺术村展出极陶器展览 呈现香港艺术家黄岳东 驻村期间的艺术计划 黄岳东将创作融合艺术治疗 带领13位清华大学学生 办理12场陶土娃娃工作坊 总共邀集463位民众 完成500多件陶泥作品 呈现新竹市民的集体创作 集淘器的部分是由我们 清华大学的这个黄同学 他的一个作品 那他非常特殊 他是一个淘器的艺术家 然后他也是结合了一个 心理智商的一个专业背景 然后透过他跟市民朋友的一个对话 然后的一个淘池的一个展览 那也欢迎各位市民朋友 有空的时候可以来给到艺术村 来观覽这样的一个展览 那看到这个同学跟我们市民朋友一起创作 然后透过艺术 然后把心声都说出来 然后他说 所有参加这个跟他一起通通创作的市民朋友 其实他们的反馈都是很正向的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都是很抒压的 然后觉得这个活动都很成功 艺术家黄跃东指出 过去他在香港也积极参与许多社区艺术活动 来到新竹市之后 人们亲切友善的态度 让他很快建立了归属感 也期待透过这次的社区工作坊 传达与市民间深刻的联系 拉近彼此距离 其实我很喜欢创作 跟喜欢跟你们一起来创作 我是2021年来到台湾的 然后呢 现在大概两年 来到以后我就觉得 其实台湾的人很有赛 我感觉到真好很好 所以我很希望跟你们可以一起来多一些联系 多一些互动 所以当我在这个艺术村 刚刚出川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是铁道 铁道的意思 这是年节 所以我要做一些事情 在年节 是我跟这个新竹市民的年节 也是新竹市民的一起 透过艺术来年节 铁道艺术村是新竹市唯一的 祖春艺术空间 市府与志邦艺术基金会共同合作 每年透过公开机制 征选20岁以上艺术家进驻 发展创作计划 一方面落实青年艺术赔力 一方面也扩展市民的艺术视野 记者减书期新竹采访报道 今天就看到了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